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黑牛养生馆的金庭老师 消化不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情况 饮食不当或不规律的进食都会导致胃肠功能紊乱 此时食物堆积在肠胃 不被完全消化和吸收 就会出现胃胀 胃痛等消化不良的现象 久而久之还会影响身体的营养吸收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健胃消食茶 取山楂5克 鸡内筋5克 放入壶中 加入适量废水 泡分钟即可 山楂性温胃肝酸 龟披胃肝井 对消食化肌或许散愈有一定的效果 可用于肉食机制 腐痛蟹蟹等症状 山楂中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和维生素C 这些物质能够促进胃液和胆质的消化酶类的分泌 那山楂中还含有很多的粗纤维 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 其内经胃肝性贫 龟脾胃小肠 膀胱经 那有健胃消食 固经止移的作用 主要用于缓解食肌不化 一尿一惊等问题 这两位中药一起泡茶 可健脾养胃 消食化肌能有效的缓解食物机制的症状 促进肠胃中消化液分泌 缓解人体脾胃虚弱和食欲不振 同时也能促进肠胃的消化与吸收 但要注意脾胃虚寒 高血脂以及蟹蟹的人 不能使用肌内筋 胃酸过多的人不宜使用山楂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黑妞养生馆 健康的生活离不开养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